最近天氣不穩定 要提醒您 如果要從事戶外活動的話 一定得多加留意了 日前有一對20人 在登山客 他們前往嘉義的 阿里山棉越線的時候 回程就遇到了大雨 不過途中 他們發現有一處大崩壁 出現了巨大的水鋪 因此他們都沒有辦法通過 受困的20人就報警求助 那麼只能等到 這個雨勢轉的比較小之後 由救難人員帶領 攀爬過垂直的山壁 終於通過了水鋪 才順利脫困 大量水鋪持續衝刷 受困登山客和前方救難人員 遙遙相望無法脫困 20名登山客 來到阿里山棉越線 回程途中突然下大雨 這個大崩塌處 強勁的水勢直衝而下 根本無法通過 民眾受困於棉越線大崩壁處 因午後山區雨勢 形成的瀑布無法通過 隨著時間過去加上大雨滂沱 登山客體力耗盡 報案求救 眼前的水鋪一度阻礙救援 待雨勢較小 評估相對安全後 由消防員攜帶顏盔窺 提供民眾佩戴 並批次護送通過封閉處 頂著水鋪的衝擊力 救難人員帶著登山客 攀爬垂直山壁 一步一步小心翼翼 因為稍有不慎就可能失足衰落 最近阿里山區出現午後雷震雨 警方提醒民眾 出發前注意天氣預報 以免發生危險 還好這20名登山客全數安全脫困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 早安